你 跟你講了那麼多次 你們就是不聽 好了... 我受夠了 我告訴你 你做的那些壞事我都知道 而且 我包了一隻手 就是你叫我處理掉的 我處理一隻手 我有留一隻給他 好了 幹什麼 是不是對方收買你 叫你來把我幹掉 而且是用我最討厭的槍 而且你的槍 會不會也太可愛了 可愛 可愛有錯嗎 像我長這麼可愛有錯嗎 你 你就是這麼老古板 沒有靠草一直沒有進步 我不想在你身邊 繼續而已奉承了 老大 再見了 而且 你這個槍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這是戰國時期 齊國就已經發明出來的槍 最近在新北龍洞被挖掘出來 所以這一把叫做 平常我都把它放在 我家的東槍上面 所以這一隻是 齊國龍洞 槍東槍 齊國龍洞 槍東槍 我要去百年 幹什麼 立委錄過年特別節目啊 這什麼爛東西 你要不要錄影 要要要錄影 趕快錄一錄影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去幫別人服務 好 真的 來 預備了 來 歡迎收看 百變製作心 一起錄妙 好 剛剛演的就是電影的VANGA 那其實呢 就要演這個和尚 卵津天 他一直都在街頭大的旁邊 來幫他管一些廟口的事情 照顧他的小孩嘛 是 那其實今天的來賓跟我一樣 怎麼了 就是我們一直在大哥身邊 查顏觀色 小心翼翼的求生 你是說你過去那12年嗎 對… 我現在也是 你一個人應該可以講一集吧 沒有啦 那個大哥很好 沒什麼事情耶 真的喔 他就是離開我才有那些八卦匪文 你看跟我在一起多好 真的耶 對 所以在一起 他看那個禮物喔 他都想吃在念佛了 對 多好 對… 對 那今天我們把它介紹出來 因為今天有很多是待在大哥大姐身邊的 對… 真的非常辛苦 對啊 首先歡迎我這邊主持小金妮 歡迎夏宇童 歡迎 好 余馨 嗨 還有季璇 好 那對面呢 時尚小巨人陳語蕎 好 變性華 還有豪傑 好帥喔 好帥喔 女朋友算是學姐啊 就是因為她很早就出道啊 當然 對… 但我曾經呢 因為跟某個大哥主持過一個醫療節目 那個節目挺呱呱 我知道… 對 醫療節目就是 其實聊的內容很多嘛 除了醫療之外 有時候會找一些醫師來聊親子的話題 親子 就是會講說他們怎麼… 就是教育他們小朋友啊 成績可以怎麼樣 那因為我沒有小孩嘛 所以我就會附和這些大人 爸爸媽媽說的話 就只是 喔…對耶 會不會太嚴格啊 還是什麼 就只是附和這些 對… 沒有辦法給太多什麼 自己的感受的一些內容 對… 所以後來就有被主持人提醒這件事 就有講說 大家都已經都是這個立場 爸爸媽媽大人的立場 那只有你是沒有小孩的 對… 那你應該是要以小孩的立場 可以提供一些說 他們這樣的教育方式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樣 而不是只是 單單的附和我而已 對… 大哥教得太好了 其實我覺得教得很好 是一分三耶 對 教得非常好 太棒了 聽… 沒有這位大哥 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真的… 真的… 是 太棒了… 所以今天都是一直這樣歌功頌功 沒有啊… 雲昕應該可以講吧 因為雲昕的大哥比較多 他可以來比較一下 我的大哥 真的啦 他們是真的很好 一個組合大哥跟一哥嘛 對…大哥跟一哥 沒什麼好不能講的 就他兩個不太合 我們喜歡聽這個講 太多講一點 沒事啊 我有看一集是 他們兩…就是製作單位 單獨安排他們兩個 去一個地方度假 是的… 然後兩個人真的好像 喊咖以後 好像沒有什麼對話 他們兩個就是 你知道欺世夫妻 他們當夫妻太多事了 所以現在相看兩宴這樣 所以在一起的時候 空氣就凝結 可是一行動的時候 他們又瞬間超級默契 好到不行 就你想見風插針都不行 因為他們天衣無縫 你知道嗎 很棒啊 很厲害 很棒啊 換不得獲獎無數 很厲害耶 很棒 這個真的也很棒 真的 那季選也是跟他們一起的嗎 對 我是跟他黃雲昕 然後跟這些大哥哥們一起 是 因為剛加入這個團隊不久 剛好有一集是 分配到跟一個大哥要去日本 就我們兩個要去日本主持 然後我從來沒有跟那個大哥合作過 這樣子 對 就非常的緊張 然後呢 我就事先先安排了 就是上網做很多的 那個地方的功課這樣子 但到了那邊呢 就變成是 有點是他在主持 然後他跟我對話 但我都自己在講 各講各的這樣 我自己在講自己的 就是等於說我把我的資訊 講出來後 我就沒有VV回去 然後我也沒有接到他的東西 對 然後是到 已經錄完影結束後 他才跑來跟我說 季選啊 那個就是 今天我們在聊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中間可以多問說 那為什麼 就是那怎麼會這樣 就是讓我們的回音 是有來有往的 他還願意教你 很棒耶 有一些人是他看你不好 他也不講 對啊 他不會跟你講 對 他不會跟你講 你要哪裡加強 他只會告訴你說 我有什麼點 你不要來踩到我的點 對 或者是私底下跟製作人講說 我跟你講 我剛剛那個鋪了那麼久 你看就是被他破掉梗了 你知道 整段不能用 我真的都不知道我在錄什麼 你講得很自然 你是不是都跟製作單位講說 好 過來問雨喬 雨喬 覺得是誰 像我曾經合作了滿多大哥 然後也有大姐 而且有大哥 因為他老婆 非常的愛他 把他當彭彥的對待 所以假如我跟他就是 在搭話的時候 我不能靠他太近 然後有時候笑一笑的時候 也不能碰到他 不能有肢體任何的接觸 不然的話他老婆就會 不開心 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他本人跟我講說 我老婆會吃醋這樣子 然後他笑的時候 我就是不能太靠近他 是 對 就是有一些美角吧 對 要注意 對 我也忘了問了 Stacy會生吃醋 不會嗎 對 那還好 他吃醋也是看的 然後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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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 我想到一個大哥的故事 就是 大哥在主持嘛 然後就可能問他說 今天穿怎麼樣 然後那個女的穿 真的嗎 你看我今天穿這樣 然後就過去搭大哥的肩 然後這樣 擺個姿勢這樣 還好啊 然後錄完了以後那個大哥 就是大哥旁邊的助理 還是經紀人就來說 欸 可不可以以後請 那個不要 不要靠近 搭到他這樣 對 這麼嚴厲 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形象啊 你怎麼隨便去 就給人家搭呢 有那麼熟嗎 這樣子 就是也是會有 會有大哥的經紀人 也會計較這個事情 對 所以以後表演的時候 要小心 對 要很小心 要有一個劇 對 面前我要小心一點 不要亂搭 而且我自己很長 算很長 因為我就是跟大姐合做 對 大姐 然後就新美姐 所以你在那個節目一直在 你都沒在穿衣服耶 對啦 那是你前面喜歡我 我們是在問說 他跟大姐搭配的狀況 跟有沒有穿衣服 有什麼關係 我也可以想 是不是可能是 也許大姐的追思考就是 能穿多少 不多少 大姐本身因為她身材很好 她覺得 因為她的腿像很 她的腿很漂亮 她就一直展現她的腿 然後她覺得身材很好 然後現場也有很多的大姐會來 所以就是 我可能露個身材 姐姐們可能也會高興 很開心 大姐有什麼美角嗎 美角嗎 那時候新美姐她那時候 因為新美姐 像我們女大 我們那個美中 你看我到現在還沒進步 對 沒有大字報對不對 像我們那個節目是沒有大字報 完全沒有大字報 所以你所有的流程 你都必須記得非常熟 對 而且那個大姐都有記得 對 好強喔 你講說 她還會跟你講說 你不對喔 對 因為有時候我會 她會晃生欸 然後新美姐就會看我 被抓到喔 現在不是換妳了嗎 那要看是什麼單元 妳就晃生 想很多女生 可能我們那一集是聊比基尼 聊內衣 她就整個這樣呆掉 她就沒穿比基尼出來 然後她就會呆掉 然後新美姐會Cue她說 你不是要講話嗎 你不是要去拿東西嗎 有時候可能玩過頭 然後新美姐會把我拉回來 這樣子 對 有時候跟在大哥大姐身邊 會壓力會滿大 對 幫你找來一個你的同屆同學 是 哈囉 你們那很多事可以分享啊 什麼什麼 就是我覺得 主要是因為我那個姐姐呢 她反應滿快的 所以要去跟上她的節奏 有一點點難 你可以問學長 她跟她在一起六年 七年 學長好 不止喔 不止喔 之前還有 之前還有嗎 因為她在各種型態 出現在江湖上的時候 我都在旁邊 你都在旁邊 我知道你就是那個stander 你知道嗎 你就是那個stander 就是你要讓她知道 怎麼胖 怎麼瘦 怎麼胖 這個我不知道 那是她自己 隨心隨意的控制 對 但我都有跟她經歷過 對比的這樣子 都有陪同過 好姐覺得反應快 對你來講壓力會很大嗎 有時候啦 姐的部分就是她比較free一點 所以她基本上不太會 跟我說要幹嘛 要幹嘛要幹嘛 就是讓你自由發揮啊 自由發揮 這也是一種教法 滿好的 今天兩組呢 過去都是水裡來火裡去 今天來這裡獲勝的隊伍 有機會可以得到 10萬元高級家店喔 今天我們來一起進入 我們的資格賽 這身分證照片下面 請搶答 這一個是 是一個卡 但是信用卡 什麼呢 好 這一個 是在LINE上面 你選了截圖才會出現的 這些圖片上遮住的字 你能猜出是什麼嗎 好 要考驗大家的是 生活觀察家啦 因為在大哥大姐旁邊 人家說 真的 那真的要細心的觀察 不然很容易 就被拖到外面去斬了 很容易下禮拜 人家錄影就是沒發你了 對不對 那這一題呢 大家聽到請搶答 才可以按鈴喔 好 好 我們請出第一題 好 這一個呢 常常在網路影片YouTube 會看到 但它右下角 有沒有 大家最喜歡的四個字 那四個字呢 請搶答 你會發現它中間這一個 中文字嘛 中文字 請搶答喔 你看到一半突然跳出來 好翻… 你可以選那四個字 你看劇看到一半突然中間 來… 宇童 略過廣告 下個廣告還是 對… 略過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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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字 對不對 恭喜答對 有聽過 有聽過 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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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的影片 有在看過 對 可能在影片的開始前 或者是看到一半 它會跳出來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按略過 它有時候還會倒數幾秒以後 才可以略過 通常這個廣告的長度呢 是6到15秒 最近還滿生氣 它會連續放兩個 對 就是10秒了 就很多 好 主持小精靈拿到一分 然後我們再次的換人搶答 好 下面一組 下一題 請出題 這個呢 哪一個觀光夜市呢 請搶… 來 請搶… 還沒… 請搶答 來… 雲昕 饒河街 饒河街 這三個字 對不對 恭喜答對 好 小衣服在哪兒 小衣服在哪兒 不怪是 好 沒事 外景達人 它有兩個口 一個口比較靠廟的那邊就是 底下有一個很有名的胡椒餅 每次都排很多人 讓我接 讓我接 那邊 好 那我們主持小精靈兩分 再次換人搶答 好 實際上小巨人要加油囉 好 下一題請出題 這身分證照片下面請搶答 記選 身分證號嗎 四個字耶 大姐 身分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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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字對不對 抱歉答錯 我們接 來… 來…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這四個字對不對 恭喜答對 其實我們有… 那個是統一編號 對 那個全名叫做 身分證的統一編號 然後我們就寫身分證字號 像這一串呢 會跟著你一輩子 當然你看到背面 它背面上面 它還有一個雷射的 看不到的號碼 然後下面也有一個 是身分證的這種流水編號 你一張身分證 總共會有這三組號碼 那如果說我們結婚 或者是換戶籍地 你去換發的話 背面的那兩個號碼 就會換掉 但是你的身分證字號 是跟你一輩子的 所以你們要小心的話 如果有一個人 他擁有你三組號碼 他可以去做一張 假的身分證字號 他如果用你那樣 身分證字號去犯法的話 是你會有刑者 不是說我身分證被偷了 還是什麼 人家…我被騙了怎麼樣 你不能說我不知道就沒事了 他們還是會有刑者 所以這三組號碼 大家要小心 所以身分證掉了 趕快去換一張 換發 因為換發的話 背面那兩組就會換 對不對 好 避免住發 但因為各自問題身分證字號 大家還是要小心保存 要小心 對 好 那我們再次換人搶答 回到宇童對宇強 好 下一題請出題 這一個是 是一個卡 但是信用卡 什麼呢 英文字母親搶答 來 來 宇強 那怎麼拚 要拚出來 M A S T E R T E R T E R 好的 這個答案對不對 恭喜答對 因為我們信用卡 這兩個系統就是Visa跟Master 對 像日本好像比較 日本都是J JCV JCV 對 Master卡比較是國外會用的 因為它國外的匯率比較高 是 對 好 現在2比2了 2比2了 怎麼會拚 加油 好 這一題很重要囉 下一題請出題 好 這一個是在LINE上面 你選了截圖才會出現的 請搶答 好 雲昕 匿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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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截圖啊 對啊 截圖 然後它會把那個 因為這個截圖它會把旁邊那個 那個頭像會換成一個 會換成一個圖 對 所以這個匿名處理 匿名處理 匿名處理 這四個字對不對 恭喜答對 好強喔 好難的 很強 因為我們 我們有時候不是 我不知道 沒有 我們以前很喜歡把 譬如跟朋友的對話截圖 放到限動 那你那時候 你還要把朋友的名字跟頭像 拿掉 但現在不用了 你只要點選那個字文字 你點選以後 它會有功能列 你選截圖 那LINE的最後一道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截圖是只要螢幕截圖 還是說截圖前我幫你做一個匿名處理 那你選了匿名處理出來的人 他就會什麼火箭啊 蘋果啊 水梨啊 對 真的喔 都是一些其他的圖像 圖像啦 對 有其他圖像 好貼心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跟朋友的對話 大家不會猜到這個朋友是誰 因為他的名字跟圖像都變火箭 然後變蘋果 變老鼠 那一些的 匿名處理 對 那你如果是罵大哥大姐 你就可以用匿名處理 沒有 沒有要罵的啊 大哥大姐超棒的 謝謝他們 好的 我們這回合 在心裡罵就好了 跟你一樣 對 因為講出來會得罪人 所以在心裡面罵就好 你真是情緒大師 EQ大師 好 那我們這一回合呢 主持小精靈獲勝 待會兒下一回合有優先的選題權 來 同學 來 一起進入 簡單來說這個回合呢 因為剛剛是團體作戰 對 現在就是單兵初級 是 兩邊都會有派人出來 一對一挑戰 對 題目裡面會有選項 不是A 就是B 是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回合 每一個人都要出來 總題數是30題 那最後呢 看來對答對的題數比較多 就是終局直戰的A組 那剛剛主持小精靈獲勝 所以你們可以先選題庫 然後再挑對面的對手 好 來 看一下我們的題庫喔 我們的題庫有 生活題 娛樂題 旅遊題跟歷史題 你們應該要選旅遊 旅遊 因為我們這一組就你們兩個 常會出去嘛 對 可以說你們比較有相關的 其他三個他都可以 對 我不是 不可以 而且有時候不一定選自己拿手的 你也可以選對方不會的 對 你就選一個懶的兩個來比嘛 就你覺得我不會 你應該比我更不會 有可能 像那種歷史題那種 對 先上場 旅遊是要自己選還是芸汐 要演多久 沒有 剪刀 石頭 布 好 那我先 好 等一下 你選一個 選一個 比較不常在旅遊的 看起來 小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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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因為感覺他很怕曬 我也要曬 小櫻 沒有 其實我超好玩的 他太難玩了 變變更不用講 每天要出外景的 對 來 請出到 上一個玩的地方是成功嶺 可以了 成功嶺 不是 是抬刀 抬刀 好的 兩位請上擂台 好 豪傑跟計選 旅遊題請出題 圖片題 知名的聖雅各朝聖之路 終點在哪一個國家呢 3 2 1 豪傑 正確西班牙 小心 對 遊樂設施飛天潛艇G5 位在哪一個遊樂園 A 六福村 B 建湖山 3 2 1 既選 B 正確建湖山 下列哪一個國家 沒有婆羅洲的管轄權 A 馬來西亞 B 新加坡 3 2 1 來 豪傑 B 正確 新加坡沒有 圖片題 哪一座橋位在美國 3 2 1 來 既選 A 正確 B 是金門的金門大橋 下列哪一個日本機場 距離東京市中心比較近 A 羽田機場 B 成田機場 3 2 1 既選 A 正確 羽田 圖片題 下列哪一個是巴黎歌劇院 3 2 1 1 好險 A 錯誤 A 是聖母院 B 才是巴黎歌劇院 是巴黎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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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1 3 2 1 1 3 3 2 1 2 1 3 2 1 2 1 3 2 1 A 是尼泊爾的佛塔 好的 回合結束 謝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剛剛小經理那一組在猜拳 結果季選在打說 雲星幾乎媒體都會 真的啊 他巴不得自己上去探討 什麼 我們這邊也是啊 雨喬跟那個便便他們也都會啊 剛剛那個馬來西亞冰城 冰州 他打錯了 那邊直接給我綜藝刷 對 冰州 傻眼的冰州 對 可是最近新聞常常聽到冰州 冰州 對啦 最近 前陣子美國中共大選剛選完 冰城就是馬來西亞的冰城 他以前真的叫冰郎城 那因為那邊以前真的種很多冰郎樹 然後後來簡稱變冰城 對 那他其實現在也是馬來西亞的 經濟發展重症之一 好 那剛剛我們小經理季選拿到5分 豪傑小巨人拿到3分 所以現在 小巨人這邊落後2分 那現在輪到你們選題跟選對手 你們選題嗎 對啊 旅遊已經被選走了 對 來 生活 娛樂跟歷史 你們要選哪一個 你們要派出的是 就我 慶華 慶華要選什麼 那我選的是歷史題 漂亮 對喔 歷史 歷史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他不會 我也不會 對 就是看運氣 對 能拿到1分就是1分 那你要選 我已經選好我的對手了 對 我剛剛講到歷史題的時候 芸汐在 有 你看他眼神不感知是 等一下 你要選芸汐是不是 對 芸汐 好 那兩位請上擂台 好 美國哪一位總統 因為討厭花椰菜 而引起農民不滿 變性花 這個我不太曉得耶 過去在法國 會用什麼動物 來稱呼王太子 芸汐 這個我也不知道要盲猜了 毛豆跟哪一種豆類 屬於同一個家族呢 芸汐 從事經銷行業的人 適合拜哪一種財神呢 芸橋 不是A就是B的題目 這些題目你答得出來嗎 歷史題請出題 俄羅斯人主要是由哪一個民族 所組成的 A 斯拉夫人 B 日耳曼人 3 2 1 來 變性花 A 斯拉夫人 正確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是哪一部法典的基本原則 A 拿破崙法典 B 漢摩拉比法典 3 2 1 變性花 漢摩拉比法典 正確 對 五八比輪王 發布的 圖片題 美國哪一位總統 因為討厭花椰菜 而引起農民不滿 3 2 1 變性花 這個我不太曉得 應該是A吧 正確 老婆心 哇 你好 台灣的羅斯福路 是為了紀念哪一位人物 A 小螺絲服 B 老螺絲服 3 2 1 來 芸汐 A 正確 小螺絲服 案太快 案太快 可惡 發生在中國的八國聯軍 哪一個西方國家沒有參與 A 奧地利 B 葡萄牙 3 2 1 來 變性花 B 葡萄牙 正確 葡萄牙 沒有參加 圖片題 哪一位是國姓爺正成功 3 2 1 變性花 B 正確 A 是他的兒子正金 美國的哪一個地方 曾經是聯邦監獄 A 惡魔島 B 地獄島 3 2 1 謝謝 A 惡魔島 正確 完全講不到耶 過去在法國 會用什麼動物 來稱呼王太子 A 海豚 B 鯨魚 3 2 1 雲昕 這個我也不知道他盲猜了 A 正確 海豚 好厲害 哪一個不是柴可夫斯基的 三大芭蕾舞具 A 吉塞爾 B 順美人 3 2 1 變性花 B 錯誤是A 吉塞爾 是嗎 圖片題 哪一位被認為是美國的國父 3 2 1 對 A 錯誤是V Joji Watson 好 回合結束 謝謝 好難喔 請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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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剛剛整個打下眼睛 按不到耶 很厲害 好了 其實真的就是 普遍比會比較難 對 像那個有一題算滿有趣的 哪一位美國總統 因為討厭花椰菜 引起農民的不滿 就是老布希 他就從來講討厭吃花椰菜 然後他就說 我很討厭花椰菜 我媽一直比我吃 我現在當總統 我還要吃嗎 他只是開玩笑 結果 種花椰菜的農夫 他們就發起了一個 集會遊行的活動 把一整車的花椰菜 送到白宮 這是一個 好像有聽過這個故事 一個有趣的故事 那過去在法國 會用海豚當品來形容王太子 因為王太子在 王太子這三個字 在法文的發音很像當品 所以就是法蘭西的海豚王子 這樣子 海豚親王 美國的國父其實剛剛也是 大家都知道美國國父就是 華盛頓 喬治華盛頓 對 所以剛剛那子 因為B的照片是他 我剛剛以為B是巴哈 B是巴哈 那A是貝多分 好不好 對 B是喬治華盛頓 那個照片認不太出來 因為那個造型 然後A是詹姆斯麥迪遜 詹姆斯麥迪遜 他就是起草著美國的憲法 跟權力法案 但是如果美國國父就是 喬治華盛頓 好 那剛剛我們辯親王 表現得非常優異 所以現在小巨人有9分喔 好 成績 成績 成績超強的 超強的 超強的 有了2分 所以最後一個 宇童 你就是對到宇喬嘛 但你現在落後2分喔 那你們剩下生活跟娛樂 你要選哪一個 對 生活好了 生活題 生活題嗎 生活題是嗎 是 好 你就是賭 我們陳宇喬不會生活 因為她是公主 所以我就覺得 有可能會好一點 對 她故意不選娛樂題耶 如果你選 你會選什麼題 我會選娛樂題 對 那她這個策略是對的 你選你不會的 對不對 厲害了 你們看啦 兩位請上擂台 生活題請出題 金鐵沾到貼身衣物時 應該要使用哪一種溫度的水 來清洗 A 熱水 B 冷水 3 2 1 1 雨桥 熱水 錯誤是冷水 根據研究 鄧母當中 誰能夠影響 女兒未來的戀愛關係 A 父親 B 母親 3 2 1 雨桥 B 正確 我的頭髮 圖片題 近戰是哪一家 推出的機車系列 3 2 1 雨桐 B 正確 YAMAHA 中國四項方位當中 哪一隻神獸代表東方 A 青龍 B 白虎 3 2 1 雨桐 A 正確 圖片題 哪一個是台灣原生種 冠巴哥 3 2 1 雨桐 A 正確 從事警銷行業的人 適合拜哪一種財神呢 A 武財神 B 文財神 3 2 1 雨桐 B 文財神 是武財神 警銷 圖片題 毛豆跟哪一種豆類 屬於同一個家族呢 3 2 1 雨桐 B 正確 黃豆 台灣定義的寒流 台北最低溫需要低於幾度 A 10度 B 12度 3 2 1 雨桐 B 錯誤是10度 醫師指出 浩澡的時間大約多久比較理想 A 30分鐘 B 10分鐘 3 2 1 雨桐 B 正確 10分鐘 好 圖片題 哪一間家具店是來自於英國 3 2 1 雨桐 好 A 正確 好 宜德利是日本 好的 回合結束 謝謝 OK 謝謝 他們好像上來檢查視力的感覺 對 對 很難按耶 按鈕真的很累耶 滿難按的 滿難按的 對啊 我一下都流汗了 我的媽 按到整個快被彈開了這樣 對 其實女生常常會有這個 筋血沾到衣物 因為有時候一定是在洗澡 對 水可能都熱 我會習慣用熱水 對 但其實要用冷水 因為我們的血液裡面會有蛋白質 蛋白質遇到熱的話會凝固 那凝固除了不好洗以外呢 它反而還會去咬在你內褲上面的布料 所以你用熱水洗 有時候還會很常就是越洗越髒 因為它那個黃色 黃黃的就會黏在內褲上面 會有污漬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冷水來洗 你如果剛開始覺得說 好像戳不掉對不對 你就是讓它泡一段時間 對 給它泡一段時間 然後浸泡一下 那從事錦銷行業的話 因為我們財神有分 有分五財神 五財神就是造公民跟官公 文財神就是筆桿 因為筆桿沒有新 所以它大公無私 還有飯梨 飯梨就逃租公 很會做生意的 那像五財神就很適合錦銷 因為保平安 還有跑業務 因為你常常在外面 跑來跑去 那文財神就比較適合一些 文教類跟藝術類的 對 有分 那台灣定義的寒流 其實基本上是要在 10度C以下 對 基本上12 有時候天氣冷 12到14度 這個就是大陸的冷氣團 那如果10到12度 這還是冷氣團 那所以10度以下就是寒流 那14度以上 你會覺得冷那個頂多 就是東北季風的影響這樣子 好 那剛剛的比分呢 宇喬拿到1分 宇童拿到6分 所以總分比起來 小巨人10分 是我們待會兒的B組 B組 好 那我們小巨人13分 是我們的A組 恭喜 恭喜他要好好把握了 希望你們可以 把10萬元家電帶回家 好 一起進入百變終局之戰 好 我們主持小巨人派出的是季璇 今天獲勝可以得到 AI智慧頂級按摩沙發 還有鋼管變體三層冰箱 以及50吋4K液晶顯示器 總價值超過10萬元 對 季璇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你要知道不是拿獎金 這麼簡單而已 你要先挑戰過關主 好 我們今天兩位關主 首先是台大電信工程研究所 碩士增盈 好 好 來 我們國際大律師 尤傑彥律師 你好 對 不要怕他們兩個面帶微笑 他們的學精力都很驚人 是 他好像緊張 你很緊張 這一組算是比較仁慈的一組 對 所以大家也是利多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有 這個今年還要是讓我們給你三選一 三選一 好 利多中的利多 火力加一 如果你抽到這一張牌 你可以選一位你的對手 跟你一起答題 就是說你可以參考對方的答案 但是他給你答案一定會相對比較耗時間 好 所以到時候時間的配置跟默契 你們兩個就要去磨練一下 對 那再來關鍵10秒 在官方的15題之後有一個暫停 因為我們節目的宗旨就是 誰先歸零誰就輸 所以到時候你可以選擇說 你要加你自己10秒 或者是扣他們10秒 因為時間就是你的生命值 好 然後第三張是關主連打 遇到不會的題目使用這張牌 幫你把時間佔領 那到他們答題的時候 他們要答對兩題 所以說對你來講省時間 然後同時又消耗了他們的時間 好 可惜的是只能三張選一張 選一張 剛聽完你覺得哪一張最能棒到你 應該是關主連打 好啊來喔 我怕這有聖詞喔 對 怎麼有聖詞 人家選火力嘉義就沒聖詞喔 那是真的 那你覺得哪一張會是你的關主連打呢 太感應了 你覺得是這一張 確定嗎 他們的笑容都沒有變耶 對啊 這個笑容 是打了太多肉毒感嗎 你要這樣 真影是甄莉姐她順便去打 幹什麼沒有 講出來喔 真的 來 確定是這一張 對 那你先看一下這兩張你不要的 你不要的喔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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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也很厲害 真的 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隊員很強 對 因為我們是在讀秒數的嘛 對啊 你馬上就限制十秒了 對 那待會兒一人一題 不要搶對方的題目喔 好 準備好了嗎 好緊張 百變終局之戰 請出題 東泉辣椒醬是哪一個縣市的名產 奶油跟鮮奶油主要的差別是什麼呢 哪一個性別的海馬負責孵出小海馬 全球不好榜是哪一本商業雜誌列出的排名 爬蟲類是體內還是體外受精 中局之戰提提難提 你能答對幾題 百變終局之戰 請出題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最後獲勝的是誰 誰啊 不知道 川普 正確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會在哪一座島上 正確 節目百萬小學堂第一代主持人是誰 Pass 下一題 烹調方式普燒通常會用在哪一種食材 Pass 下一題 動畫珍珠美人魚當中有幾個顏色的公主 7個正確 中國福建省簡稱是哪一個字 米 正確 東泉辣椒醬是哪一個縣市的名產 台中 正確 故事夏綠地的網 夏綠地是什麼動物 蜘蛛 正確 澎湖縣的人口大多集中在哪一個行政區 Pass 下一題 柴魚片通常會使用哪一種魚類製作 鮮魚 正確 奶油跟鮮奶油主要的差別是什麼呢 乳脂肪的含量 正確 基隆港的海岸地形是谷灣還是峽灣 骨灣 正確 平板粥是哪一個台灣原住民族的習俗 達悟族 達悟族 正確 常吃的牛腱是牛的哪一個部位的肉 小腿 乾香菇需要泡水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讓它軟一點 正確 來 時間暫停 現在 後面有冷靜 我們的挑戰者是48秒 關主是68秒 對 一開始那個想了太久了 對 美國總統大選 2024 最後獲選的是 川普 對 想了比較久了 太緊張了 對 那百萬小學堂第一代的主持人 你有看過百萬小學堂 有 但是好像沒什麼印象 沒什麼印象 對 第一代主持人是小燕姐 對 選我 小朋友 選我選我 那些小朋友現在長大 應該跟他同領吧 長很大囉 對 然後普燒的話 像你常常做美食節目 普燒其實都用在魚類 它其實就是有刷那個照燒醬下去燒的 那通常就是照燒醬 我們都會把它用來製作牛肉或豬肉 那如果是魚類的話就叫普燒 照燒跟普燒 但其實它的原理都是刷了醬以後再上去烤 好 那澎湖縣大多的人口呢 都是集中在馬公市 就澎湖馬公嘛 就是他們那裡最熱鬧的地方 對 還沒有調整過來呢 剛好這個暫停呢 你們可以決定要不要換人 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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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嗎 對 我可以啦 季璇剛剛前面當然有一點亂流 可是他後面還是有吻回來 對 因為他就是一直 可能受過訓練一直面帶微笑 你也看不出來他是真的緊張還是 真的很緊張 對 那芸汐你有10秒的卡 你要加你自己10秒還是扣他們10秒 我現在幾秒 你現在48 他們68 你用完以後大概差10秒 下半場開始你先喔 所以還是會有時間差 那我加我 你要加你自己10秒 加你的 對喔 那這10秒加給你 但是你的考慮的時間就要快喔 好 你不是答題拆題就是要趕快Pass 因為秒數一直在走 就是你的致命傷 對 你就是延長戰局 那我們把10秒加給你囉 準備好了嗎 等一下是我先嗎 對 你先 請出題 毛細現象 正確 人的副甲狀片總共會有幾顆 三顆 下一題 過去台灣會用地瓜籤來取代哪一種糧食 米 正確 知名的特服儲趣來自於哪一個國家 法國 正確 計算功率的單位瓦特英文符號是什麼呢 W 正確 日本的長期限位在本州還是九州上 本州 下一題 炸雙胞胎是福州的哪一種點心改良而成的 聽不懂下一題 下一題 最早是記載在印度還是埃及 印度 正確 醫學常用的昏迷指數總共分成幾項指標 三下 正確 脊椎側彎在幾度之內可以算是正常範圍 二十度 下一題 哪一個性別的海馬負責孵出小海馬 母 下一題 人的大腦裡面總共會有幾個海馬回 下一題 下一題 台灣的古早味蛋糕源自於哪一個國家呢 台灣 下一題 下一題 蔡豆是哪一種常見豆類的正式名稱 下一題 下一題 東漢末年的哪一場戰爭確定了三國鼎立 赤皮自在 正確 李斯是九流十家當中哪一家的代表人物 八家 正確 埃及艷後是哪一個國家的後代子女 埃及 下一題 知名小說《青城之戀》的作者是誰 不知道 聽到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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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麻了 太麻了 手超麻的耶 手超麻 但是因為妳一直這樣 這樣子 怎麼是妳的這樣 他說台灣的古早味蛋糕源自於哪裡 台灣 其實台灣的古早味蛋糕 蛋糕一開始是在日本長期發起的 對 只是在我們以前日治時期的時候傳進來台灣 那剛好那個時候我們又有台灣人又有接觸到西式蛋糕的製作 所以就把它做一個融合 就現在變得比較蓬鬆 口感很鬆軟 然後也沒有太多的添加物 就是很樸實的一塊古早味蛋糕 古早味 那不就是海綿蛋糕嗎 海綿好像有時候再更鬆一點 有的古早味蛋糕它做的反而是比較厚實的 對 就看大家的喜愛 現在外面賣了有的上面還會鋪起司 對 或者是中間會加一條鮮奶油 巧克力 巧克力口味的也有 上面還有巧克力豆 對 那菜豆呢 其實菜刀就是我們常講的四季豆 那它叫四季豆主要就是因為 它一年四季豆有在生產 所以你一年四季豆吃得到 這樣 菜豆就是四季豆 那哪一個性別的海馬會負責付出小海馬 其實就是雄性的 因為會特別問的就是比較特別 它反而是雄性在富裕 它有一個育兒帶 受精卵會在育兒帶裡面 大概一到兩個月 然後小海馬就會浮出來 這題我其實知道 可是 就是你很久沒有碰過這個題目 突然問的時候會空白 對 太久沒有 太久沒有碰到熊海馬 相關的 太久沒有富裕了 太久沒有富裕過 你有富裕過嗎 沒有啦 喂 那像我剛剛 像剛剛是不是這邊打錯對不對 腹甲狀線總共會有幾顆 其實就是四顆 等於就是左右兩對 因為人體 然後律師的答案是單數 對 三顆 他怎麼了 因為你沒看到我們人體 大概都是兩顆嗎 對… 因為我們是左右對稱 所以都會是一組 一副的這樣子 一副 這是幾乎的 對… 總共就是四顆 就是左右各一對 然後左邊 右邊各一對 但這一對又是上下排列 所以就是1234這樣子 那它本來就是作用於 骨細胞跟食骨細胞 它可以促進腸道 跟腎小管的吸收 然後是幫助你吸收鈣 所以像有一些人 他如果是得過甲狀腺癌 把甲狀腺都拿掉 他就是那時候剛手術完 他就要避免吃到 寒點過高的食物 因為他那時候可能 鈣的吸收不好 沒有辦法去中和這樣子 對 好的 那我們還是要 我們要宣布A組挑戰失敗 接下來B組請就位 好 B組派出的是羽翔 加油了 之前有上來過嗎 有 有嘛 對啊 對 加油了 因為有這方面的經驗 不像前面兩位那麼緊張 對 他們兩個有自己的效果 是 B組的話是剩60秒 但是獲勝一樣有 對 那一樣也是來賓先答 好 好 加油 請出題 水瓶 全球富豪榜是哪一本商業雜誌 列出的排名 副比四 人體的膽汁 味道是酸甜苦辣的哪一種 酷 正確 目前世界最大的豐糖漿產地 是哪一個國家 加拿大 正確 英文的coconut是指哪一種水果 椰子 蔥會有白色的部分 是因為缺乏什麼呢 過 下一個題 神隱少女當中無臉藍 戴什麼顏色的面具 白色 白色 正確 爬床類是體內還是體外受精 體內 正確 在台灣有線電視通常俗稱為什麼 必四台 正確 台灣的中央行政機關 共分為幾級 四級 正確 哪一種化妝品是利用散粉 來達到定裝的效果 逆粉 正確 團體大嘴巴當中 有獲得金鐘獎的是哪一位成員 是 是 怎麼是啊 pass 下一題 靜脈跟動脈 通常哪一個血管的血壓比較高 動脈 正確 照大腸鏡之前 需要採取哪一種飲食 逼渣飲食 正確 成語懸良刺骨 骨是指哪裡 骨頭嗎 下一題 一天屠龍季當中 張無忌最後跟誰在一起 糙餅 正確 周炳輪雞蛋冠餅的店 在中國哪一個直轄市 天津 正確 哪一種堅果被稱為千果之王 那個夏威夷豆 正確 唐詩三百首當中 哪一個詩人的詩收入最多呢 李白 下一題 中國神話當中 蜥王母柱的仙境叫什麼 窯池 正確 飾餅外層擺刺粉末 主要成分是什麼 pass 下一題 宗教建築萬神殿在歐洲哪一個國家 歐洲哪一個國家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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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的 是義大利 是義大利 萬神殿在義大利 神殿 超強的 好厲害 差一點 反過來你我只逼到剩9秒 天啊 他只是我會生活而已 我只是不會生活而已 但是我是聰明的 對 她有在想 她問那個蟲是體內還是體外 她自己這樣 比自己 對 她叫什麼 她都比自己 體外是魚 魚是體外 那就體內嘛 然後寬草是體內 體內 下午她要比了自己 我想說 她會多想 我講了一下 體內 體內壽棄 那個大嘴巴 唯一有得獎 她叫四零 四零 四什麼 對 她受分體 我真的 對不起 四零哥 四零 還有那個懸樑刺骨 骨刺是說骨頭 骨頭 骨是大腿 大腿 因為懸樑跟刺骨是兩個人 懸樑就是她把她的頭髮 綁在梁柱上 所以她只要打喝水 這樣子 她就會醒了 然後刺骨是她只要想說要 她就拿錐子刺自己的腿 你就會痛醒 對不起 中文歷史不好 沒關係 對 然後那個蔥有白色的成分 主要就是蔥白 它是埋在土壤裡面 所以它少了葉綠素 它沒有照到太陽 沒有行光 因為它在土裡面 所以我們沖斷就是有白的 跟綠的這樣子 對 然後像那個萬神殿 它其實是在義大利 然後飾餅外面的白色粉末 其實就是霜 四霜 也是糖粉 飾餅 我那時候聽成不知道什麼 飾餅 妳聽著飾餅 對 我聽著飾餅的 那個白色的粉末是什麼 飾餅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飾餅上面有白色粉末 白色粉末 珍珠嗎 對 我想說很奇怪 然後我就沒聽清楚 所以四霜越多的水果 那個柿子本身就越乾燥 因為它裡面的糖分跟水分 都流出來 那糖詩三百首裡面 雖然有三百首 但它裡面收入最多的是杜甫 因為杜甫另外一個稱號叫 詩 史 歷史的史 它很多作品都是反映民間疾苦 所以它看到什麼 它就寫什麼 它的作品量就會多 對… 好 那我們這邊 還是要很遺憾的宣布 B組差一點點 但是挑戰示範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真的 很好看耶 你看跟著大哥大姐旁邊的 果然夠靈活 真的 對不對 靈機應變 很厲害 而且聽著學的也很多 對… 今天那麼搭 那麼幸運 其實你看 就差那麼一點點 下次再來囉 好 還是謝謝我們兩位關主 幫我們守住了十萬元大學 也謝謝兩位熱情的參與 還有關主朋友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之多心 一起動腦筋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